在去年二零一一年九月 總統馬英九宣布放寬就學貸款 還款年限級申請門檻的制度 就在二零一二的新的一年開始實施 比較舊制和新制 將延長還款期限由貸款一學期 還款期限一年可申請延長一點五倍 改為新增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可申請延長還款期限為兩倍 也就是說一個大學四年八個學期 都辦貸款的學生 原本畢業後八年之內 就必須還清學貸 新制上路之後 可以在畢業後十六年還清就可以了 另外也放寬還款門檻 有原本的每月收入不到二點五萬元 或低收入戶可申請還款 改為每個月收入不到三萬元 或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可申請還款 另外也放寬了生活費的貸款 原本低收入戶學生 每個月可貸生活費六千元 中低收入戶不可貸款 改為低收入戶 每個月可貸款生活費八千元 中低收入戶每個月可貸生活費四千元 渴望減輕大學畢業新生人經濟負擔 那這個好處是在於降低每月 他可以還款的金額 也就是說如果正常平均 一個月要還四千五的話 那可以降低到兩千多 那這可以實質減輕 我們年輕畢業學生的壓力 因為經濟壓力必須申請 就學貸款的學生 未來畢業後 每個月需繳的金額將會變少 不過相對的繳款的年限 將會拉長 又成了另一種的經濟壓力 就有學者認為應該要有個配套措施 創造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機會 才能保障學生未來擁有還款的能力 我們未來這個社會能不能提供 相當的就業的環境 或者很好的一個就業環境 讓這些學生 畢業之後 能夠馬上找到一個適當的工作 然後有好的收入 能夠讓他負擔他的學費 跟他的生活 教育部提醒 一百學年度第二學期的 就學貸款對保作業 從二月一日已經開始 想要申請就學貸款學生 把握時間到銀行辦理 申貸手續 接著我們在台北市採訪報導